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好 天天要拜託你去問天 跟露宇宾的鄉樓 她就跟她的團圓志 她說想... 鳳 大家好 我是怨裡仙海風的秀棚 然後今天就是非常開心 能夠來到客家電視台 跟大家分享我們的故事 對 兩個年輕的女孩 兩位學生在節目中 到台下都分享 給兩位學生 現在都住在怨裡對不對 對 對 住多久了 真正把台北的房租整個 就是移掉回來院裡 大概是兩三個月的時間 才兩三個月的時間 真正二十四小時住在院裡 對 可是你跟院裡 有很深厚的感情 跟土地的連接感對不對 為什麼這樣問呢 怎麼會這樣問呢 因為在那裡有學生 她在那裡結婚的專業 苗栗 萬栗 什麼地方都帶 然後呢 她在公園的時候就會覺得 她在那裡跟她的文化 有很多的了解 可是呢 又不是客家人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 你會覺得你的生活 其實跟客家的生活 有非常緊密的結合 對 其實院裡是一個 閩南跟客家族群 生活很融合 跟平埔族 其實是很融合的一個地方 像我們雖然是閩南的客群 閩南的族群 可是其實我們的生活跟祭拜 或是像祭拜土地公 或是小年夜就是拜天公 這樣子的一些傳統習俗 都跟客家人是還滿相似的 真的 所以你們有做板嗎 有 我們有幫忙 就是親戚朋友長輩做過板 你吃過什麼板 是你覺得很好吃的 板在閩南族群是叫果 就是做一些 可能紅紅菇粿 或者是菜桃粿這樣子 對 在客家話 就是瘋版 吹丟版 你們那邊滷配板嘛 對不對 然後其實你有吃過嗎 我有吃過 好 喜歡嗎 還滿喜歡的 今天繞牆都兩塊學生 他記得兩塊學生 當然有意思 他在大陸 苗裡萬一條這麼提供 該朋友當作學家人 他在安永年 當作學家人 不過我從頭來 他就新的一家 我們說成立一個工作室 或是一個工作坊 然後願禮仙海峰 這個名字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我們是不是可以 簡單讓院去沒有個小改 這個是一個怎麼樣的工作坊 做些什麼事情 為什麼是一個這麼有趣的名字 我們願禮仙海峰 就是成立了兩年 然後我剛剛有講 雖然是今年六月才搬回來院禮 等於是二十四小時都住在院禮 可是先前的時間 等於是台北院禮往返 對 然後可是當時 這樣子往返的狀況 其實非常的辛苦 我們也覺得 如果要做更多事情 更長遠的事 應該要好好扎根 住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是一群 就是年輕的朋友 看得出來 對 就是來自蠻多 除了有像我這樣子的 院禮的在地青年 然後也有一些 仍然在台北工作的 院禮遊子 還有不是院禮的朋友 可是把院禮當作 自己家鄉的年輕人 跟我們所認識 是院禮的友善小農 令草編織的婦女 她都是我們這個團隊的成員 對 所以你們等於是在那裡 有一個這樣的一個組織小團隊 然後希望可以為院禮 做很多的事情 譬如說複數院禮的產業 對不對 或者是讓大家認識院禮 更多的地 風景 人文跟人事物 這就是你們現在正在 努力做的事情對不對 因為院禮靠海 對 對 院禮靠海 所以掀海風 你很敢說掀海風 掀其實就是掀起來的意思 所以現在是要怎麼樣 把海風給掀起來是不是 是這樣 因為我們住在院禮的海邊 其實風還滿大 新竹的九降風 會吹到院禮那邊 那我們住在海邊 可能風頭髓尾的地方 時常會 我們閩南語會說 就是 我們很像被海風這樣 其實很被動 它很受限於地理環境 就是你只能被動的被影響 然後我們年輕人覺得 我們應該更主動 拿起我們的雙手 應該去掀起一些 院禮美麗的故事跟浪花 是 其實兩岸禮 風魂就當作給予人 或是說最近我們大家 會看到很多的報導 我們大家都發現一件事情 現在的年輕人很有趣 就是我們這幾年 有一個現象就是 我們會講青年返鄉這件事情 那返鄉的內容當然有很多 第一 你可以回去種水果 我們發現有非常多的 青年返鄉種水果 對 不管是南部也好 中部也好 那再來就是 有另外一批青年 他們會回去自己的故鄉 他們覺得他們在地的產業 非常非常的棒 譬如說我們可能會到 像是頭粪這樣的一個地方 我們覺得在那個地方 它有什麼地方 可以跟大家分享 然後再回到廣東 桃園這個地方 也有一群年輕人在桃園 中立這個地方 他會覺得說台西這種 大石東那個地方 有一些他們的老市場 可是可能因為整個改變 譬如說我們可能要蓋新大樓 它會整個被移除 他們在那裡努力 有一群年輕人會說 我都要在新竹 我不要再當新竹的過客 我要在新竹這個地方 扎根 然後讓大家認識 新竹是一個非常好的城市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 你們也都不要當過客 可是現在院裡 又有一群這樣的年輕人 我在想說這是一個風潮 到底是怎麼樣的熱情 或是動機會讓你們 想要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就是像是我自己 本身不是越領人 我是桃園人 但我其實也是家裡的關係 所以常常會在台灣各地移動 甚至也出過國 然後回來台灣 然後我覺得那個返鄉的動力 在我身上是說 其實也不一定 所有的輕人不一定是返回 自己的原本的家鄉 它其實是希望可以跟土地 更深的連結 所以我們返鄉其實是返回鄉土 就是更親近土地 然後我覺得那個是因為 年輕人在找自己 到底是誰這件事情 對 然後在我們團隊也是 就是有院裡人 或是說其實有苗栗士人 但是我們一起來想說 其實我們到底怎麼認識 我們這塊育印我們的土地 我覺得真的很有趣 在以前那個年代 或是你們說令草富裕 那個年代 他們那個時候 其實跟土地的連結 是很深的 他們每天都跟土地接觸 所以就不需要特別去解釋 反而是現在 隨著這個時代的變遷 然後很多年輕人 開始慢慢慢慢的 開始好像快要忘記了 自己其實是 從這個土地被滋養的 對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我覺得 我們有東森的提供 大家有時候有很多學生人 在那裡的西館給學生人 可能會有一點西館 讓爸爸媽媽跟西館給學生人 其實是不要擁有的 真的是 世代交替之後 所以整個時代變遷 我覺得會有一些變化 很有趣 不過我覺得現在大家開始 譬如說我們對這個地球 有很多的破壞 我們對我們的環境 有很多的破壞 因為我們整個 有沒有 你看我們用電 對不對 然後我們現在 整個土地的發展 到開始變得很密集 或是很極致 不過 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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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人會覺得 慢慢的 好像我們又開始 希望回歸自然 那友善我們的土地 所以其實一開始的動機 是因為院裡 反風車的活動 對 我們原本是 互相不認識的 對 然後我們是因為 在2013年的時候 我其實 我雖然在院裡出生長大 可是因為想要更好的發展 其實院裡已經有一點 像偏鄉 沒落的地方 我們小孩子為了就學 其實會到附近的大城市 像台中跟新竹就學 所以其實我高中的時候 就已經離家了 對 然後大學都在台北念書 之後就理所當然 在台北工作 我在台北的社區大學工作 那2013因緣季會看到新聞 博寶說院裡有居民 一些老農民 老漁民 他們在台北抗議 我看到院裡 我就是心裡就是動了一下 想說這不是我的家鄉嗎 他們為了什麼事 然後一群人來到台北 絕食抗議 我非常的驚訝 然後我就跟辦公室請假 到現場去看 然後發現其實就是我 就是出生長大地方的 那些農民 漁民 他們用就是安靜的方式 在那邊靜坐 所以我才知道了 這個抗爭的事情 然後姻緣季會認識了秀朋 對 所以兩個就一起 加入抗爭的行動 對 我後來就留職庭心 然後整個回去家鄉 跟那些在地的鄉親 一起生活 一起抗爭 我覺得很不容易 我剛剛看到照片 就是是郁郁嗎 還是怎麼樣 整個被警察抬起來是不是 對 然後我有看到 一些那個受訪的畫面 那個郁郁整個在旁邊 非常非常的努力做這件事情 對 這就是我們的玉韻 妳真的很勇敢 這個事情 對 你知道嗎 我們都是用比較平和 用靜坐的方式 然後因為 剛才那張照片看起來 沒有很平和 因為警察拉扯我們 就比較激烈一點 對 我覺得我們今天在這邊 不是要講這件事情 是絕對的對 或是我們要做什麼樣的運動 或是絕對的錯什麼的 我覺得其實是如果我們在 對我們的土地 有不同的想法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用我們自己的方式 去表達 對 因為其實 不管是從核能開始也好 或是從我們的空汙議題開始也好 再回到院裡的反風車 其實這個都是 像是在 妳的鄉親朋友 台下就會當慣性感問題 當慣性感疑 上次妳就抓著土地 在信眾的世界 台下沒有說 妳知道 妳帶她的地方也會嗎 其實台下最難的 可能妳對她的土地 由某方向它破壞 慢慢 慢慢 妳把她放在後面 所以她怎麼會帶到 抓著土地在哪裡 到底妳早在為任何土地 做苗年來的實情 竟然有她的學生 年輕人 全市都萬里的地方 他們就是希望 為萬里的地方 台北無況的感受 好好認識 其實三年後 因為台東都 萬里台北的產品 都有意識的東西 妳會請妳跟鄉親朋友 先聊一下 妳也會 等一下 讓她說她 看著土地基督部台 也會選擇的東西 到台下的分享 鄉親朋友 今天當晚 在土地繞牆 兩次有講 玉玉跟秀棚 在這片段 台下的分享 從段節目 大家都了解了 其實你們在院裡 其實投注了很多的行李 對不對 金鳳姐 這個基督祖祖院裡 特別帶來的 做萬里董 從來的一種東西 令草 行召 對 令草 我們現場也會看到 妳帶來很多的作品 你們以前自己 跟令草熟不熟 他應該完全不熟 對 我完全不熟 我小時候是國小的 令草編織社的社長 國小的時候 因為當時要發展 鄉土文化教材 所以我有機會 可以接觸到這個傳統展 所以我覺得 小時候有碰過 你長大 不會忘記 對 很有意思 鄉親配合不熟 可能台東萬里 向鄉親配合不熟 這就是我們那裡的東西 但是可能沒有住在那裡的 鄉親配合不熟 我院裡有出這個東西 其實是的 在過去令草 一直是院裡 非常非常重要的 經濟作物對不對 對 就是其實令草 這個產業 對院裡來說 非常的重要 然後 我們為什麼會發現 就是這件事 或是去做這件事 是因為 一開始是因為 院裡返風車 然後我們發現 很多在地的婦女 他們其實從小 就是在做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才發現 這個工藝的美 那我們之後覺得 抗爭可能反對是一時的 我們希望可以返鄉 把自己的腳扎根 所以我們開始跟著婦女 阿嬤們 他們學習做這個令草編織 對 然後現在已經沒落 因為其實現在的塑膠製品 或是工業化 然後讓漸漸的塑膠 或是綿紙的帽子 取代了像這樣子 手工編織的令草帽 是 因為 當年可能聽說不定 在院裡才提供的時間 氣息表白令草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 婦女做的事情 因為那時候一群婦女 他們每天很多都彎著腰 對 去採那個令草 然後經過一段的過程之後 他們會坐在那裡 然後一起編織令草的相關產品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大家那時候在院裡 會講說 生女生比較好 對 我剛剛要說要講這個 因為都是婦女在做編織 那其實在傳統的農村社會 可能是男性他的勞動會 生產會比較多 可是其實在院裡有一個說法 因為當時女性 他印尼編這個令草 他的出口的產量 其實是比一個男性 就是賺兩價稻田的 對 的那個產量其實還要多 所以我們有一個說法 就是生女比生 願禮的女生 就是在願禮是第一次的 恭喜你 你是願禮的女生 也說是秀婆現在也在願禮 跟我們說 講到在那邊台下是會像 譬如說 要想到怎麼會這一點帽子 其實台下的東西 其實帽子它其實可以遮陽 它有功用對不對 那在那邊當時 那種造型用 對 那因為其中 在商喜地獨的時間 會有非常多的年輕人 很喜歡戴帽子 像我也是同行賣帽子 給一個人 我是一個很喜歡 買帽子的一個人 可是公司才會 現在買帽子 真的不用花太多的錢 如果你刻意要去買很貴的 那當然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現在的整個 就像你講的 它的原料 原物料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去買一張帽子 直接可能250塊 它就可以買到一頂帽子 而且其實很花俏 顏色也很多 而且影像看起來 好像是草帽的樣子 可是台下可能沒發現 可是事實上 我最近就一直希望 能夠找一頂令草做的帽子 除了這中間 有一個手工藝的溫度在裡面 更重要的事情是 它是天然的 對 它非常的香 它從種植的時候 它不需要加任何的化肥 對 所以它也不會破壞環境 那它種植的時候 它像這個草 它其實是可以比人還要高 可是這個產業非常的辛苦 它從頭到尾 從種植到收割 它沒有機器 都要用人工 甚至到編織 就是像這樣子的這個鍋墊 它其實是半成品 它的背後 我還沒有把這個剪掉 它其實是這麼多的令草 去編織一個有花紋的 就是果典 那這個其實都花費 婦女滿多的時間 那我覺得這也是展現 他們就是庶民的美學的地方 以及手工藝 對 他們的智慧 對 所以其實為什麼 就是後來退後 台下說只會買草帽 其實可以買令草帽 原因是什麼 一 它是天然的 對 二 它其實使用非常久 對 然後三 它其實很通風 然後它又很香 對 然後它不會帶一個 比較塑料的東西在頭上 然後更重要的事情是什麼呢 台下就在看就在那裡糙 當時有上去不要看過 如果天使記簽名 給鄉親票賣 這就是烘籽 就令草 大家都知道 你想想看 濕的令草從採收 然後到曬乾 它可能十五公斤或十公斤 只能變成一公斤 對 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對 變成 才變成這樣子一小把 然後用手勒 它記一記一記 然後去變 它就變 就要用一重模 去看那個 就像玉玉講的 它可能要花 這麼多這麼多的草 一種一種的稠 然後才編成 可能要用一四塊 改它 可能像是隔熱墊 或者是可以在餐桌上使用 所以它其實是 非常非常珍貴的 對 然後就像玉玉講的 你看它有什麼東西 台下就不會知道 你可以想像嗎 這就是在院裏 我們有 君蓋 你蓋符音蓋 他蓋符音蓋 他們其實 可以編出這樣子的 一個手工藝的美學 對 我覺得更令我驚訝的是 有一些婦女 她可能不是字 可是她可以用這樣子 編織的方式 她可以編 可以編出文字 她就編出院裏 兩個字 所以她其實是要用尺 去丈量 那個文字的尺寸 把它當圖形去編的 對 所以他們其實很聰明 他們不需要看那種 DIY的書粉 他們自己一邊編 就會把那個形狀 跟花樣編織出來 那大家想想看 怎麼辦 這樣子的手工藝 很有可能就會不見了 現在因為 就是因為 我覺得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都市化 所以其實年輕人 都從農村離開了家鄉 所以其實沒有年輕人 去學習這樣子的傳統產業 沒有人 那第二個是因為 現在的就是傳統產業 這樣子的傳統產業 因為塑膠製品 所以它慢慢被淘汰 所以我們要盡量的減少 使用塑料製品 真的是 對 台下會強化 塑膠製品是一個很方便 很便利的東西 可是它只是會 對於你給殺皮 重新很多的污染 你看我講這個有點激動 就是希望說 真的慢慢慢慢的 大家盡量減少 我們的塑料製品 其實令草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大家看到它是非常實用的 一個帽子或是餐點 可是它當然也可以走 要用動電影架 動電影架的這種事 像小別針 像這個是手機套 對不對 像手機套這樣的東西 對 或者是 給你動動的東西 像這個是一個裝飾品 對 那其實 很可愛 對 非常非常的電影架 這就是看到其實那個 我們這麼珍貴的手工藝 所以我知道 在你們的團隊裡面 其實你們也是能夠有 這樣的一個令草的工作方式 就是我們有發現說 令草這個東西 其實還是蠻多年前是不認識的 然後我們也希望 可以把它傳承下來 所以就想說 同時也是希望 可以幫忙婦女 就是繼續傳承 就是讓她們繼續做 這個手工藝 所以我們就想出一個辦法 就是說 我們去市集擺攤發 然後就帶著婦女的 她們的作品 然後還有婦女 也邀請她們來到了 像台北或是台中 這樣的地方的農夫市集 去介紹她們的作品 然後也同時是 讓這個最後端的這個 整個產業鏈最後端的銷售部分 是有一個通路的 那也可以鼓勵 更多的婦女去做 太棒了 結果我們發現 其實在都會區的人 後來其實他們有一個 有一個環保意識出現了 就是說 天然素材 我們需要保護這些天然素材 而且是台灣才有的 這種天然素材 快點帶我去 對 然後 快點帶我去嗎 聽說在其他國家有研究 是沒有辦法種植這個令草 品質這麼好的 其實在大甲跟院裡一帶的平原 是很適合種令草的 對 然後我們就發現 這些人是喜歡的 然後所以其實只是因為 中間有一個很大的鴻溝 生產者沒辦法接觸到消費者 對 然後結果這些消費者 也想要開始學了 那他們覺得這是 非常好的一個現象 所以就跟著這些阿嬤們 就是帶著他們一起來到都市 去辦寧朝的手工編織的工作坊 對阿嬤也很難 因為他自己做很簡單 對 可是要教別人做是另外一件事情 自己做跟教學是一回事 我就是會編 可是我要怎麼教 你這樣穿過來 我這樣穿過來 怎麼教好難喔 是不是 所以它也是一個蠻困難的過程 就是從編織到我們希望 他們可以成為教學的教育家 好棒喔 教大家怎麼傳承這個東西 我覺得除了傳承 我覺得也讓安永改 福音嘎 跟這些阿婆他們 其實會有一個成就感 對 對 會覺得 他也不會覺得說糟糕了 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 這個手工衣就不見了 對 我覺得 走安永改實行 當然他很辛苦 但是他點點滴滴 一點一點一滴的努力 跟他就可以慢慢的累積 對 其實也會有成就感 就是大家發現 你這個就是 東西做得非常好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 對啊 我也做得很有自信 是 然後我們其實在這個 之後又發現另外一個 令草產業沒落的原因 是因為婦女她編織是最後端了 但最前端的種植 其實也沒人種了 所以我們在最後 就是跟著婦女 在做這個編織的時候 發現我們買不到草了 所以我們就一群年輕人 就是跟在地的友善小農合作 就是說我們希望 可以把整個令草產業帶起來 那最前端的這個種植 也要做起來 對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一連串的 對 所以我們後來自己夏天 就是半分地去種這樣子的令草 然後收割的時候 非常的辛苦 她還破皮 然後被小農笑說 就是她是拿筆的 握筆的手 對 被笑 結果是被笑 因為她說 你看 流鼻勒 你看我都這樣都破皮 人家說 人家我們務農十幾年 拜託 你看看我們的織有多厚 是不是 對 所以我們就會表現說 你這就是飼料機對不對 沒有 這是非常值得鼓勵的 還有當時她的小故事 做的老鄉親票的本項 大家先聊一下 等一下 來 啊 福氣 哩哩 啊 福氣 哩哩 啊 福氣 哩哩 其實還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 不過事實上你們做的事情 不是只有這樣 你們有像食農教育 對不對 然後有小旅行 對 是不是類似這樣的東西 我們結合 因為院裡是苗栗的古倉 因為苗栗滿多秋林地的 剛好院裡是平原地 又有大安息的沖積 所以其實種米的小農非常的多 那我們結合 就是友善種植的小農 就是這個鄭育安 鄭大哥 這是他的米 對 孝念米 他因為是承接爸爸的地 所以他其實有孝順想念的意思 好感人喔 那趕快讓我來買一下這個米 名字這麼好 又孝順跟想念 對 然後他其實是因為爸爸 就是生病去世之後 他承接家裡的土地 希望又友善種植的方式 讓下一代可以吃到健康的米 然後也是剛好遇到食安的問題 所以我們有一天去他家吃飯 就覺得那個飯吃起來好甜 然後他們就說 我已經吃得很習慣啦 我們就說你都不知道 台北的自助餐的米 吃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就開始詢問 才知道說他都是用友善種植的方式 所以我們就鼓勵這個小農 你要不要嘗試看看 直接跟消費者面對面 跟他講你友善種植的價值裡面 跟那個辛苦 對 可以直接跟消費者溝通 所以我們因此就是跟 院裡的有機火龍果 或者是種這種友善稻米的小農 做結合 所以我們就會辦了一些活動 譬如說有一些食農教育的活動 然後就是讓小朋友 可以認識這樣子的產業 真的 而且就像秀鵬講的 其實消費者意識慢慢抬頭 環保意識慢慢抬頭 慢慢建立 然後甚至是直接回饋小農 這件事情 我們不要有這麼多的通路 我們解鎖到我們的通路了 我們可以直接回饋在小農身上 其實大家也慢慢有這樣的概念 對 爆米香 我們其實像跟這個小農 也有一個進一步的合作 是希望說小朋友也要認識說 雖然院裡是一個農村 然後很多人都在務農 可是小朋友可能離農業 還是有點遠 所以我們進去院裡國校 裡面去帶爆米香 然後我們為什麼帶爆米香 這個東西是因為 我們發現其實現在的年輕人 或是小朋友進電影院 他們手上拿的是可樂跟爆米花 然後爆米花它就是進口的玉米 沒錯 然後其實台灣的米 曾經是一個很重要的主食 所以很多人在種 然後也發展出非常多的 米的加工的加工品 像是板也是 但是就是沒有 現在這個東西越來越少了 所以我們覺得非常可惜 那真的很好吃 那是我小時候的記憶 那小小的都會有人搖那個 然後就是會有人開一輛車 然後他嗶嗶就要購 對 但是我們小時候的記憶 而且你想想看那樣的零食 它其實是相對好的 是啊 比較健康 因為它是米製品 對 它沒有任何添加物 對 有沒有太多反噬脂肪 在裡面 是不是 然後我們因為推廣這個 飽咪香 我們那時候年輕人 還編了一個飽咪香之歌 就是現場帶動唱 小朋友飽咪香 然後直接讓他們吃到 這個米的香氣 對 所以除了我們做令草 還有小農的這個食農教育 我們還有很大的一個部分 是希望可以更深入的 介紹願里的各個角落 跟美麗的故事 所以就會有小旅行 對 我們辦了深度的小旅行 因為我們覺得 像是現在搜尋願里 或是搜尋任何一個地名 會出現很多 就是在地的一些觀光景點 可是其實我們覺得 像是願里這樣的地方 或是苗栗其他的地方都是 就是其實更美的是人 對 最美的風景其實是人 那我們就想要把這些 在地的一些擺公職人 或是在地的祈禱他們的智慧 跟他們所做的事情 能夠呈現給年輕人看 跟外地的旅人看 聽說有一個什麼 理髮廳的故事是不是 對 有一天 因為我們很常在 院裡的社區晃蕩 我們很喜歡去做田野調查 然後我們就經過了一家 看起來很古色古像的理髮店 我們就走進去 然後那個阿公 也非常的熱情地歡迎我們 然後我們就看到他非常的 有慢條絲理地在去剪頭髮 百年了嗎 那已經有傳承的 百年理髮店 應該有五六十年了 對 然後他其實那個房子 是頭到處 土角錯 還是用土加上以前的米糠 米糠 粗糠 對 然後跟鵝卵石 去蓋的那個理髮廳 然後他還是用很傳統的 就是刮鬍子跟掏耳朵的方式 就是去做理容 理髮 現在還有營業嗎 他現在還有營業 這也太有趣了 而且那個理髮阿公 非常的有智慧 我們就跟他建立關係 聊天的時候 他才跟我們分享說 其實他以前是不需要用 錢去買米的 他透過他手工 就是剪髮的 以幾顆頭 換幾袋米的方式 對 他就是去一個農戶 你家家戶戶 我都幫你理髮 你有十顆頭 那我一年就可以換你幾斗米 這樣 對 換工 對 這是我們原本 年輕人無法想像的事 因為我覺得我們出生的年代 變成是我都用錢 我真的可以想像 因為我出生的年代 還沒有離那裡太遠 對 可是那真的是 以前是這個樣子 是很有人情味的 然後他會注重 就是你的勞動 我要互相尊重 那我用交換的方式 然後讓自己可以自給自足 所以我們也是透過 認識很多產業的 擺公職人 然後我們把旅人帶到那裡 去聽他的故事 然後還有地景 其實院裡有很多 從清朝跟日治時期 留下來的一些建築物 或者是一些古老的日治宿舍 或者是跟令朝產業 有關係的田野故事 我們都把它透過小旅行 去做介紹 對 很有趣 所以我們都會導覽 對 我們這個 我覺得也是我們現在想著 我們希望年輕人 如果可以透過各種方式 去介紹院裡 他其實是可以有一點收入的 他可以返鄉 是可以有當導覽員的這個機會 對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 可以看到很多的照片 也是這次孕育跟秀棚帶 這就是你們一些 小旅行的照片對不對 對 我們也會結合 那個食農教育的活動 是 所以其實等於是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複合式的活動 對 那我們感覺 因為你其實在這個 小旅行的這個狗倉地圖 你早在年輕 年輕萬里才提供 大家會安慰 然後你又可以認識 當地的這個產物 然後它的文化特色 對 然後你們又可以 跟食農教育結合 對 然後告訴小朋友說 其實稻米長得 是這個樣子的 有很多小朋友不知道 蘿蔔是長在地上的 對不對 然後它會 他們其實是不知道的 所以其實這樣子的 過程裡面其實也是 進一步的活絡了 我們當地方的一個產業 對 可以這麼說 對 然後我們也因為 透過小旅行 我覺得非常開心 是認識了很多 在地的年輕人 就是因為他們可能 原本其實都離鄉背景的 不是很 不一定很認識 自己的家鄉 可是他們自己報名 我們的小旅行 然後跟我們分享說 原來我自己的家鄉 有那麼多我不知道的 美麗故事 對 然後嬰兒就是 慢慢的加入我們的團隊 對 我們後來還辦了一個 返鄉的工作坊 邀請了很多老師 透過音樂 報導文學 紀錄片 攝影 各種的方式去說 願禮的故事 我感覺要站起來掌聲鼓勵了 因為在以前 因為說恭喜台北獨 以前的社會 其實從務農社會 開始慢慢經濟發展 工業發展 其實是鼓勵年輕人離鄉 是 過去是這樣 因為要離鄉 你要求發展 對 你要求發展 你不能務農 你要離鄉 要你長走在船牽 現在我們是希望年輕人 其實可以認識自己的土地 親近自己的土地 所以鼓勵叫做返鄉 對 那當然返鄉有返鄉 我們要面對的辛苦的地方 譬如說我們會有工作的問題 對不對 那當然今天來到這邊 我們一下沒有辦法 解決這麼多的問題 可是我們是先發想 我們先告訴大家這件事情 我們要丟一個種子 是 對 然後我知道其實未來 你們是希望能夠有一個 這樣子的出版刊物是不是 對 我們除了做小旅行 跟這樣子的產業的帶動 我們最近有一個計畫 是我們可以希望 把怨裡的故事書寫下來 然後讓更多 怨裡的在地鄉親 可以看到怨裡的故事 因為不是每個人 都用網路很習慣 是 所以我們希望 可以出版一個 358怨裡的刊物 358是怨裡的郵遞區號 對 我正要問說 為什麼叫358呢 是怨裡的郵遞區號 對 然後我們的封面是 怨裡火車站的站長 我們想要從返鄉 坐火車這件事情 看到人去 人回來的這個故事 帶起這個故事 對 所以打算什麼時候發行 我們 今年的10月 期待 非常期待 屆時如果已經有創刊號 再奉養我們的玉玉跟秀朋 回來跟我們介紹 因為想必這樣子的一本書 打開來裡面 一定有非常多賭板 我們可以立即小故事 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對 其實今天只是做一個 很粗淺的 一個比較概論的介紹 對 其實令查 還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對不對 對 對 鄉親朋友 你看到安永給予三年 這段原因 是一家的教養 或是為你推翻的土地 因為安永給他 挑釁 安永給他散望 打拼 希望台下做得那麼好年 是一家的土地 報復一家的土地 所以希望台下 既然一家的一家 你做的別的土地做 也讓他實際 讓他親一份給他勝利 謝謝你們今天 謝謝玉玉跟秀朋 有機會一定要常來 對 也很歡迎大家 可以來院里走一走 坐火車 海線的火車到院里站就可以 可以 所以鄉親朋友 他說有時候 大家去辦理逛逛逛逛 好 等一下 想帶大家先到 電視台電視台 電視台電視台 在做電視台